今次教大家做士多啤梨芝士蛋糕 一般小朋友來說對芝士蛋糕也是一般 今次我有這個改良版是最適合小朋友吃的 尤其是裡面有Daniel最喜歡的士多啤梨 所以我會放很多元粒的士多啤梨去吸引它 另外在表面也有士多啤梨醬 底部也會做一個海麵蛋糕 吃下去口感會比較多層次和好吃 今次這個士多啤梨蛋糕要做的時間比較長 只是雪落雪櫃的時間都需要8小時 如果再加上預備功夫 其實要10小時才可以做到士多啤梨芝士蛋糕 接下來我會逐步逐步教大家 如何一層一層去做下去 如果我會避免一下 一層去做下去 我會避免一下 這個士多啤梨蛋糕 再加上一層去做一些食材 成功夫 搅拌後放一旁 我們會做蛋白 把三分之一混入蛋黃醬 一百八十度十八分鐘 鱼膠片要加冰和水 软化它先 这样就逐一块逐一块放进去 就不要重叠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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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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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全融合後 放涼後 就可以倒進芝士蛋糕裡 放下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